我是三藏藏奇超 欢迎来到创富的课堂 今天给大伙分享的是商业模式的意义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商业模式 这些年很多企业家很多老板 一提到自己的生意 都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特别是疫情过后 对很多行业的冲击那是相当的大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 今天有很多的行业 很多的企业家 财富的激励速度乃是异常的快 各个行业的钱那到底都到哪里去了呢 如何能够找到比原来更赚钱的一些路径呢 我们上学的时候 学过语文 学过数学 学过历史 学过经济学 还有些会计学等等 但唯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去创造财富 如何去当好一个企业家 这个事却没有学 创富啊 他是一门技术 老板呢 他是一个岗位 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 这么重要的一门技术 竟然没有一套完整的学说 能够把它讲清楚 从小到大 我们接受的教育啊 往往都在告诉我们 要多看书 要学习很多的知识 但是学得多 真的就有用吗 有人曾经问过 哈佛大学的前校长 萨姆斯 说 为什么当今 这个世界上那些 最成功的企业家 很多人 恰恰都不是大学毕业的呢 你比如说 比尔盖茨 乔布斯 扎格伯格 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 这么优秀 却都不是大学里面毕业的呢 萨姆斯的回答说 其实当今世界上 这些最成功的人呢 他们并不是掌握 最多知识点的人 但是呢 他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啊 却和很多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可以把不同的事物 结合在一起 从而创造一个 全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知道一个人 靠自己啊 积累资源 那是非常困难的 速度呢 也是很慢的 而社会的资源呢 都是很丰富的 而且都是客观存在的 也不需要你再去创造 你怎么想方设法 能把它拿过来用 这就是了不起的 所以作为老板 你应该想着的是 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资源 能结合在一起 这些年啊 很多行业的产能 那都是严重的资源过剩 都成为红海了 一谈到自己的行业 除在红海的企业家 都觉得很痛苦 面带愁容 一筹莫展 但对于那些 具有创新能力的 具有创新商业模式的人而说 其实啊 这些都是新的机遇 你在红海里面 如果能够重新定义 并发现新的商机 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其实你可以瞬间 把红海变成干嘛 蓝海 比如 同样是做水果店的生意 有的人呢 起早贪黑 做得很累 赚的钱啊 都是辛苦钱 有的人呢 只是简简单单的 改了一下商业模式 哎 做的就是很轻松 而且赚的干嘛 还更多 同样都是大学的老师 有的是名牌大学的教授 辛辛苦苦在教学上课 收入呢 却很普通 有的普通大专院校的老师 资历啊 背景啊 很一般 但是呢 却通过不断的升级商业模式 一年 人家可以达到四五千万的收入哦 我们学习商业模式啊 就是能够让你的资源 哎 价值最大化 怎么能够利用商业模式 撬动别人的资源 为自己所用 毕竟我们自己的资源 都是有限的 比方说 有个老太太 坐在卡夫馆里面 有个小伙就问她了 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老太太说啊 我是做投资的 小伙说 那老太太 你能分享一些 你这一生的经验吗 老太太说 投资哪有什么经验 其实就是一个字 读 比方说 我就敢读你明天 你屁股后面 会有一个巴掌大的黑智 小伙说 那你很可能会读错了 老太太说 你不信吗 我也可以和你签字画鸭 如果你明天 屁股后面 没有一个巴掌大的黑智 我就输你五十万 老太太说 你不信 你等一会儿 我去找纸和笔 我们回来 签字画鸭 没多久 老太太果真回来了 双方签字画鸭 对赌 五十万 小伙很开心啊 跑回家 一夜不敢睡觉 死死盯着屁股 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相信自己啊 肯定是胜券在握 第二天呢 见到了老太太 老太太 却带了一个律师 律师啊 让小伙子把裤子脱下来 上上下下 仔仔细细的 打亮了小伙子屁股 很满意的 很开心的 笑眯眯的 嗯 说屁股很干净 没有黑智 然后呢 又笑眯眯的 把自己鼓鼓的皮包 就给了老太太 老太太呢 也笑眯眯的 把自己的皮包 又给了个小伙子 小伙打开包一看 果真五十万 老太太打包一看 果真也是两百万 三个人相视而笑 大家都很开心 小伙其实有点懵啊 他其实并不知道 昨天老太太跑出去 是干什么的 老太太跑出去啊 找了一个有癖好的律师 并和律师打赌 说明天啊 我让你看一个 小伙子的屁股 律师很开心 因为他平常呢 很喜欢看别人的屁股 每看一次 都愿意花两百五十万 而老太太呢 和他打赌 只要他花两百万就可以 所以律师啊 今天果真只花了两百万 就看了个小伙子 新鲜的屁股 省了五十万 所以律师很开心 而小伙呢 莫名其妙的 和老太太打个赌 自己也获得了五十万 老太太呢 也赢了一百五十万 所以三个人啊 都赢了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超级的资源整合 超级的商业模式的调整 超级的商业模式的交易流程的变通吗 你再比如说 你是做手机生意的 你需要十大资源 但是你自己手头上 只有两大资源 怎么办 你还缺八个 你自己积累的速度 那肯定是很慢的 你要找别人 怎么能够把这八大资源 都撬在你手中来呢 然后啊 你其实只要设计一个好的交易方案 一个好的交易结构 一个好的交易模式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撬动这个资源 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所以啊 我在商业模式这个领域 研究了二十多年 服务了大量的企业 我发现啊 很多企业出了问题 表面上看 其实都是管理的问题 但其实深层次的研究下来发现 哎呀 全是商业模式出了问题 彼得德勒克就说过 未来企业的竞争 其实是商业模式的竞争 我们希望通过我的系列的商业模式的专栏的讲解 能够改变大家的思考方式 改变大家的商业的思考的逻辑 不断的创新新的商业模式 创造更多的财富 实现事半功倍 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好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啊 大家能够尝回到我的创富的课堂 我们会持续的更新我的专栏 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创富商业模式 以后我每天都给大伙分享 新的商业模式36招 这个就分享到此 希望大家能有更大的收获 详细的学习啊 你也可以以后来到我的线下课程 欢迎大家持续收看我的创富课程 谢谢